中文字幕by索兰娅 《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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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處理一個美麗的神話故事 開始! 这是一个 鸟族远古的故事 相传 蝴蝶从风梦中完生 缠下十三个蛋 由鸡鱼鸟 孵化成为十二生肖 和一个美丽的 妙间姑娘 人类由此诞生 蝴蝶 也就成为妙族狄母 和神的光神 妙族先民认为 人先时候 只是灵魂的一种转移 由于生命远于光目 便用风物 指成木骨 作为先祖的归宿之所 只要挑下木骨 就会奔现先祖神灵 这就是十三年一次 古增节的满地 风梦化蝶的故事 也临传至今 请看第一场 《风梦化蝶》 《风梦化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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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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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